微生物無處不在,人體是大量細菌的棲息地, 但都不是肉眼可見,要藉著顯微鏡。 目前已知最小的細菌只有0.2mm。 就四發表在國際期刊《科學一項研究》指, 美國勞倫斯·帕克萊國家研究所為首的科學家團隊, 在加勒比海的法國屬地,瓜德羅普島的紅樹林沼澤。 新發現世界最大的細菌,形狀大小類似人類睫毛。 不僅肉眼可見,還可以用捏紙輕鬆夾起。 如果以人類標準來衡量,就像一個和珠峰一樣高大的人。 這種華麗流珠菌是單細胞,以及可利用流生長的菌屬,可達2.0米長。 是大多數細菌的約5,000倍大,結構也複雜很多。 由瓜德羅普安地列斯大學生物學教授格羅斯, 2009年在腐含流的紅樹林沉積物首次發現。 格羅斯認為,今次發現顛覆了很多微生物學知識, 有解釋指,正常情況下,細菌的DNA會在細胞內自由飄浮。 但華麗流珠菌的DNA就壓縮成一個小結構,有一層膜包覆,並產生能量。 不只是依靠細菌表面來通過細胞吸收營養。 通常是人類、動物和植物細胞複雜有機體才有的形式,不會發生在細菌身上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